所以问问老师 他什么症 整个流年蜜 但是 什么症状老师 有什么样的偏症 而且呢 这个纤维可以少一点 因为最近呢 吃这个桃红以后 有那个纤维 实在是很难 突然的下去 他说 另外呢 加了这个格式 他那个经济 是不是可以拿来症 他编译和这是说 生出工厂的机会 有多少 那如何呢 合理化是非 一种东西 这其实像 很多人说要去种 这个流年 这在台湾种流年 不是种不起来 我还是觉得 有一点点 这种就有一定的风险 当然像这个流年蜜 这种东西 大体上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同时 是要有一个 那 他较适应 在台湾的节奏 不过就是说 你如果是要种 你要种 要种这种东西 比如说 种子的 这个 种下去 是不是 当时 这有一个 这种热带果树 都有一个 幼年性的 节奏 关系 大概都会有这个 这个幼年性 有的人会去跟他说 这个网络上有 这个榴莲蜜是什么 榴莲蜜就是榴莲跟菠萝蜜 去跟他架接杂交 听起来 改成 改成是这样 但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其实什么价接 不会 价接 没变成是这样 所以 比如说 像榴莲蜜跟菠萝蜜 它是比较熟 这个三颗 因为 这个榴莲蜜 应该是 比较熟 这个菠萝蜜 这种的一个 因为它有榴莲的 那个胸 所以我们 在吃起来的时候 它会说 这个榴莲蜜 这其实是 不太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品种 当然 目前 这个榴莲蜜 马来西亚 可能是 比较比较多 泰国瓦南 这些热带 其实都还蛮多的 那 目前 有人去把他 製造了 都还可以 尤其在海南 这些 但是 这个品种 在栽培的时候 最重要 它的一个矮化 矮化的过程 其实 很重要 所以 现在在市民 最反正 没人去注意 它的品种上 还是什么 所以我个人 是因为 要做这个还是多方比较 事实上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有时候 在核苗 核苗 核苗的时候 都乱乱取了 就是那个瓶颈 不要说 只要这个榴莲蜜 这个东西 就有很多种 就有不一样的 这个公法 所以可能 在这些吃 不过就是说 在 在台湾 大概就是说 你 要做的时候 最好 比如说 你还是去隔壁 去找到 这个东西已经不好吃 你隔壁 这个品种不好 你就可以把他拿来 拿来做 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 这个榴莲蜜 和菠萝蜜 其实他们两个是 很接近的 一个很接近的 这个东西都是同一颗 所以他想法吃 这个菠萝蜜 已经是相当适应 台湾的 这个环境 所以 你可以去 用这个 菠萝蜜 做核木 然后去接 接 接一个 确定的 这个品种 这通常是这样 可能是比较好 但是 目前给他看起来 我个人是因为 利用菠萝蜜 来做核木 来给他 做一些 架接 这样的 可能是比较好 这大致上 是这样的 这个榴莲 榴莲 和他们一点关系 都没有 这个没 他是这个木棉壳的 所以这是不一样 所以这和榴莲 比较好 榴莲蜜 现在来看起来 基本上还是可以 所以 那是在这个栽培 上我个人 最主要就是 不要太冷 不要去种在太冷的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大臣了 他可以去 营收一个 地区间的 一个贵温 所以 不要在山顶 应该在台湾 我们中南部 这些地区在种 都没有问题 这种热带果树 都是有一个特色 因为他们的金都比较 大臣 所以 有时候就是 需水量要更高 土甲的不时 保持有一定的 一个湿度 这个 可能是比较 比较重要 那么目前就是说 这个 拼增 相当的 这个混乱 加上 没有什么样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去 了解 看看 这个 实质上的 不然也不知道 有什么样的 而且这个 拼增更好 因为有时候 他那个 我们在算的时候 就是说 理论上 因为 贵温 有法 可能要 好多 适应 脏 适应 行动还不错 再來就是 果肉纖維 要囤得下去 有的 真的 很粗 最好就是 那个 鱼肉 可以 如果 紅 更不 有的 留在蜜 有的 苦 有 不知道 是不够 生息 是什么 反正 这个 我个人是没有吃到很好吃 所以 但是这值得 这还是可以去评估看看 菠蘿蜜在台湾也没人在买 因为太大 根本没材料去买 但是现在是说 在我们农民 我们自己这样做 留在蜜 稍微小一点点 它的果肉 纖維 如果不要太多 可能 可能更紅 还是有点更紅 因为白色 白色 在台湾可能 我们第一个就把 拔拔 就打成 所以 应该是 没有机会 但是 如果 尊重是 偏 红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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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几个 市民上 比如说 就是 这个 肉 这个 有一个叫做 黄 黄 肥 好像在 台湾 那里 他 一般来说 这个纖維就比较少 还有一个 有的 脂小的 这种也有 可能你要去找 就是 要稍微多勻看看 反正现在大家都 在强调 就有接到 这个平静是什么 确实是这样 不是说 拿给你吃的 跟买你的材料 不知道 同样 没时间也不一定 这很多 都会这样 最早 可能很出名 有一个 这个 六贵一号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说 他 胳肉 很多 这个 不是 他的生意 就是说 你看到 一 一碗 一粒 一粒 这个 里面 他的 鸡 你跟 鸡肉 要跟 所以 起来 都一粒 鸡 还有一个 肉 包在 那个鸡 外面 但是 他的 鸡 很多 但是 肉 比較薄 他比较粗 有时候 他比较粗一点点 所以有时候 这些东西 囤不下去 但是 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拿来做果干 应该还不错 所以有时候是一个 平静 但是 尽量 是不鲜实的 做这种果 科乳 要做果干 还是说你要拿来 比如说 他的味道 如果真的很好 你纖維 很多 你把他 打打 做这种 自然的香气 去做什么 做冰淇淋 这应该都是 可以去考虑的 解决方向 这是 红肉的 这个部分 那么 市民上 还有一个 本人在 加冬 那些 他们有 几盒几盒 有红肉 有红肉 一般来说 红肉的 三粒 都比较好 这个红肉 肉是比较漂亮 但是 一般来说 他的这个 这个气味也 比较好 但是 很难吃 他的三粒 都很不穩定 所以 有时候 这个 这个 製作的 这个东西 都是一种冒险 这通常 是有这种 这个 那 目前就是说 在市民上 我们在製作 包括因为这个东西 算果肉上 就是说 他的这个 垃圾 比较小 但是 就是说 市民上 比较好 来 把他销售 所以我们要製作 大概背了 你都不用太过头去收 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的 复杂 但是最重要 就是说 那个冬 这个冷 低温 他是不是有法度 他是不是有法度 去跟他 打败过 一般来说 市场的时候 比较怕 我们大厂就不怕 那 当然 尽量是可以 做一个 这个 价格 或是说 这个 先试试 这个 这个 几张 少量 四众 或是说 你找几个品质 如果好吃 这个品质 不错 你就可以自己去 接 接 接 这个 这个 可能是 让你 一个 小小的 这个 建议 这个 一般来说 是这样 可能会稍微好 一点点